最近江湖上出现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门派 血浮门 成员们各个凶神恶煞 四处为非作歹 奸淫掳掠 无恶不作 很快报应就来了 这天中州剑派掌门江紫超和其女小青 在客栈行侠仗义 什么人敢坏大爷的好事 洛阳江紫超 为救一名梁家妇女 不惜拔剑当场斩杀血浮门少主 因此与血浮门结下了梁子 虽说少主武艺一般 但其父武艺高强 衙字必报 隔天傍晚江紫超妇女到一处破庙避雨 只见大厅里摆放着两幅棺材 铃牌上居然写着江紫超的名字 两人大吃一惊 原来棺材里埋伏着血浮门的杀手 为首的是血浮门护法白面阎罗 他奉血浮门总谈主之命来下战书 谁知一个声音将他叫住 还将战书抛开 只见一个轻功高强的侠客出现 谁知一向嚣张跋扈的白面阎罗 却微微弱弱 没有反驳 原来侠客是大名鼎鼎的武林俊杰 灵独雷就连血浮门也让他三分 可灵独雷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扬言明日自己会去中州剑派败兽 他一定要来我就饶不了他 白面阎罗自知不是灵独雷的对手 只好先行离开 将此超将他们拦下 可惜女小青武艺平平 不过片刻就陷入困境 幸好灵独雷眼疾手快 有灵独雷相助 杀手们被团灭 只剩白面阎罗一人 只得放烟雾弹开溜 其实灵独雷的祖母 与江子超的师父曾是对手 当年两家经常鄙视武艺 一敌一友 时隔多年 灵独家与江家的恩怨 早已烟消云散 十年前 江子超的女儿小青 差点被蛇咬 多亏灵独雷仗义相救 如今 手臂上还留有一块疤痕印记 两人就此截下前缘 如今得知 江子超有难 灵独雷义不容辞 决定明日来相助 虽说如此 可江子超还是忐忑不安 毕竟血浮门心狠手辣 不好对付 为了小青的安危 江子超让他连夜离开 小青泪如雨下 他自小与父亲相依为命 哪能在这个时候行不孝之举 小青不肯走 江子超决定 让最看重的大弟子韩玉 先行离开 韩玉自小就败在江子超门下 为人正直 武艺也不弱 可他若是知道 中竹剑派遇险 定是不会离开 为了逼走韩玉 江子超决定使用激将法 天刚亮 江子超便召集了所有弟子 过了今天我想封剑归 把中州剑派的掌门人 传给你们二师兄 万人好 二弟子诚皇诚孔 刚要说财书学浅 可江子超心意已决 说罢便将掌门令剑传授给他 不料大弟子韩玉 却毫无怨言 反而恭喜师弟 紧接着给师父拜授 没想江子超大发雷霆 以莫须有罪名 斥责韩玉不懂事 韩玉以为自己办事不周 立马道歉 江子超又气又怒 让他在门口迎客 小师妹替韩玉打抱不平 明明他的武艺 在所有弟子中最强 师父却将掌门之位 传授给二师兄 韩玉让小师妹不要乱说 谈话之间 灵狐雷来到 韩玉知道 灵狐家与江家本事是仇 担心灵狐雷是来寻仇的 于是冷眼相对 甚至是拔剑相待 直到江子超妇女赶来迎接 同时指责韩玉 对贵宾无礼 江子超便以此为由 将韩玉逐出师门 无论韩玉如何求情 师父都不予理会 韩玉自觉委屈 只能含泪离去 可此时 血浮门已临近中州剑派 韩玉在树林被伏击 此刻的他毫不知情 只当遇到了普通强盗 可对方招招致命 韩玉寡不敌众 被打成了重伤 危急时刻 幸得一位路过的隐士高手 出手相救 只见他挥舞手中宝剑 瞬间就斩杀树石 血浮门败类 韩玉急忙败谢 得知韩玉被江子超逐出师门 高手猜测 事出有因 江子超豪气甘云 定不会做如此 不讲理之事 决定带他回去评礼 此时 血浮门已经杀到了中州剑派 对方气势汹汹 扬言要血洗中州剑派 双方人马激站在一起 刀光剑影之中 小师妹被砍去一条手臂 小青被打成重伤 灵狐雷因担心小青的伤势 无心在战 江子超面对围攻 施了手 等到高手和韩玉赶回来时 门派内尸横遍野 韩玉看到师父的尸体 伤心欲绝 这才明白他老人家的苦心 悲愤交加之际 韩玉提剑 想要去找血浮门拼命 高手将他劝住 就凭他那点三脚猫功夫 去了只会白白送死 韩玉恢复理智 为了替师门报仇 要求拜高手为师 原来高手是隐退江湖的剑神 他本不愿意过问江湖之事 但念在韩玉一片孝心 再者血浮门作恶多端 剑神便答应 将一身武艺倾囊相受 当韩玉走后 一位师太来到 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小师妹 原来小师妹因昏迷不醒 未能被韩玉发现 另一边 血浮门仍然在追击中州剑派余孽 既然是血洗满门 为何不见大弟子韩玉呢 很快 血浮门追杀韩玉的消息 传遍武林 眨眼三年已过 韩玉的剑法已是如火纯青 到了能够下山报仇的时候 韩玉刚下山 就得知江湖中有一个 自称韩玉的年轻人 专与血浮门作对 此人正是死里逃生的小师妹 当年她重伤未死 幸得师太所救 之后还习得一身武艺 为了方便行事 小师妹便女扮男装 打探血浮门的消息 得知血浮门正在找大师兄韩玉 小师妹便冒充韩玉行走江湖 一来是为了找到韩玉和其他同盟 再者斩杀血浮门弟子 这天 小师妹在客栈歇脚 血浮门互放白面阎罗袋手下杀来 双方一言不合 打了起来 仅一个来回 小师妹就将白面阎罗击倒 解决完小喽啰 小师妹以一招隔空取物 将白面阎罗拦下 紧接着打探血浮门总坛的位置 小师妹之所以放走白面阎罗 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利用白面阎罗套出血浮门分舵的位置 很快 小师妹便以韩玉的身份 将分舵团灭 不久 小师妹找到了失魂落魄的灵狐雷 同时也得知 小青半个月前已离世 当年 灵狐雷拼尽全力救小青 可惜因伤势太重 小青还是香消欲云 另一边 韩玉来到中州剑派 可物是人非 四处一片狼藉 唯有管家江孝在此 很快 韩玉就察觉出不对劲 于是悄悄潜入江孝房间 果然找到江孝 与联络血浮门的废歌传书 晚上 韩玉将江孝堵住 一番试探 江孝露出真面目 血浮门分舵主 王一 虽说王一部下重重埋伏 可此时的韩玉武艺大成 早已是金飞锡笔 不过片刻 便将王一斩杀 随后逼问血浮门总坛的位置 就这样 小师妹和韩玉同时赶往血浮门 来到山脚客栈 小师妹自爆家门 中州剑派弟子韩玉 血浮门门徒上前较量 双方激站在一起 不料 真正的韩玉也赶来 两人并肩作战 视如破竹 将血浮门一众喽啰 全部收拾 平静之后 小师妹与韩玉相认 两人结伴而行 来到血浮门总坛 首先上场的是 分舵舵主欧阳 小师妹将韩玉拦下 让他保存实力 对付总坛主 由自己出马 小师妹的武器 是失传已久的盘龙宝剑 就连总坛主 也觉得奇怪 还出言提醒欧阳 小师妹武艺高强 不过几个来回 就将欧阳斩杀 其他小喽啰想要助阵 但被韩玉秒杀 总坛主只好使用血浮阵 其实也就是人多阵势大 并无过人之处 小师妹和韩玉各占一方 不过一斩茶的功夫 就将血浮阵破解 随后就是与总坛主的大决战 韩玉要求和总坛主单打独斗 本以为总坛主武艺高强 不料他的剑法过于粗糙 除了宝剑之外 总坛主还拿着一个 刻有血浮令的盾牌 单论剑法 他与韩玉根本就没办法比 只能边打边退 混乱之中 总坛主将前来助战的小师妹踢倒 当他手中盾牌 重击韩玉时 灵狐雷突然冒出 用掌力接下 原来盾牌里藏有暗器 韩玉看出破绽 继续再战 一个闪身 韩玉便将总坛主击杀 时隔三年 大仇得报 韩玉和小师妹 带着灵狐雷去疗伤 这部《血浮门》上映于1971年 不得不说早期的公孙芷 玉树临风 一表人才 前后对比 不得不说演技精湛 气势十足 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报答你 能交到你这样正直的朋友 真是三生有幸 我是个要饭的 过惯了风吹雨打 人饥挨饿的日子 热闹的客栈里 来了一伙不速之客 一群脏兮兮的乞丐 来讨饭吃 掌柜还算友好 坐坐 由我请客 为首的乞丐不满足 提出住店 凭我这个样 没资格住店 从怀中掏出一定银子 奔倒桌子上 掌柜一看不好惹 立马点头哈腰安排 谁知乞丐 却看上了一间住了人的客房 店小二解释 礼物有人 大爷我家儿住住了这一间 你不能叫他搬走 惊动了住在客房的大叔 只见他手持宝剑杀了出来 想打架 那是家常便饭 来吧 一看就是练家子 谁知不过几招 就被打败 为首的乞丐又吩咐小弟搜屋 大叔不服挡在门口 可又拿他们无可奈何 这时 几只飞镖从楼上袭来 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侠 想要打抱不平 虽说女侠剑法高强 可为首的乞丐剑招拆招 还说出女侠的招式 无极派含双剑 原来女侠名叫金燕子 是无极派掌门玄真道长的徒弟 眼下金兵大举进攻中原 金燕子奉师父之命 下山去支援下大人 在客栈休息时 金燕子打抱不平 谁知一向难逢敌手的金燕子 却落了下风 打斗之中 就连师父给金燕子的信 也被乞丐抢走 金燕子又气又急 可乞丐看了信之后 并没有为难 反而主动将信归还给金燕子 两人无冤无仇 金燕子只得作罢 回到房间后 金燕子发现 自己的行李被人翻过 就连装在里面的飞刀 也不知所踪 他怀疑是乞丐偷的 可此时在追已经来不及了 夜里金燕子准备休息 屋顶却传来乞丐的笑声 金燕子又气又恨 从屋顶追击 为首的 竟是金燕子白天救过的那位大叔 此时金燕子被乞丐引到屋外 金燕子一边出剑 一边要求乞丐还自己飞刀 乞丐却说他不分好歹 不信的话 回客栈看看 半信半疑的金燕子 回到客栈 看到满屋的箭雨 才明白 乞丐是好心 救了自己一命 隔天一大早 金燕子快马加鞭 想要去投靠下大人 不料在树林里 被一群杀手伏击 危急时刻 昨晚的乞丐赶来相救 承蒙两次相救 金燕子对他们不再有敌意 乞丐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丐帮帮主秦尚义 金燕子对秦帮主的侠肝一胆 早有所闻 那天 秦帮主在客栈抢房间 实则是为了对付奸贼为通明 他和金兵暗通消息 只可惜 被不明真相的金燕子破坏 想来金燕子的飞刀是被他盗走 解决完杀手 金燕子败谢秦帮主 去投奔下大人 此时 夏大人正在和手下商量 如何除掉黑风寨寨主吴长盛 话说那吴长盛私通金帮 人人得以诛治 飞龙帮的蔡帮主表示全力支持 谈话之间 手下来报说是 尹氏高人 玄珍道长求见 夏大人大喜 谁知走进来的 却是一个出出江湖的年轻女子 金燕子解释 恩师年迈 派弟子前来投奔 夏大人倒也没说什么 蔡帮主提出让金燕子露一手 让大家开开眼界 金燕子也不推辞 来到院子里 一个轻功而上 紧接着双手一挥 施展飞刀绝境 麻雀便应声掉在地上 这真是好武艺 众人纷纷叫好 唯有蔡帮主心有不愿 随后向下大人献上一计 既然金燕子武艺了得 那么就由他去黑风寨行刺 当晚三更时分 金燕子悄悄潜入黑风寨 躲过看门的侍卫之后 金燕子轻松来到吴长盛的卧室 谁知一见下去 居然是个稻草人 紧接着冲出来一群杀手 想来中计了 可对方人多是中金 燕子只得边打边退 眼看就要退出狼窝 不料却中了机关 金燕子差点跌落其中 幸好一只温暖的手将他救起 原来是秦帮主 面对围攻 两人并肩作战 找到机会 秦帮主招呼金燕子上马逃生 临走前 金燕子扯走了黑风寨的债气 两人骑着快马 飞奔而去 原来秦帮主为了除奸 假扮成更赴来黑风寨 打探消息 不料却看到金燕子被人埋伏 谈话之间 金燕子对秦帮主心生好感 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报答你 能交到你这样正直的朋友 真是三生有幸 很明显 这是表白的节奏 可秦帮主这个大直男 却没有听懂 反而问金燕子 为何会来黑风寨 得知是夏大人派他来的 秦帮主怀疑 夏大人身边出了内奸 否则 黑风寨怎会设下重重埋伏 金燕子起了疑心 怀疑是蔡帮主所为 可没有真凭实据 只能静观其变 此时 夏大人因担心金燕子的安危 决定带兄弟们 一起去黑风寨救人 蔡帮主却极力阻拦 这时金燕子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他告诉夏大人 黑风寨早有防备 自己失守了 但夺得黑风寨的债旗 表面上蔡帮主关心金燕子 暗中却处处算计 原来蔡帮主本名为韩世雄 是恶贯满盈的江阳大盗 以一手飞刀绝技横行一方 二十年前 江湖豪杰铁壁金刚方宁 负责押送一批灾影 因妻子很多年没有回过娘家 正好顺路 方宁便将妻女带在身边 一路同行 不料被韩世雄盯上 和他同来的 还有二当家为通名 两人渐渐掩开 联合手下打开杀戒 混乱之中 方宁夫妇先后被杀 只有方宁年幼的女儿金燕子 幸免于难 重伤的镖师将其救下一路逃亡 幸得被路过的玄真道长所救 对于这段血海深仇 金燕子耿耿于怀 将仇人的使用过飞刀保存了起来 打算有朝一日报仇血恨 师父并没有拦他 可金兵入关 眼下最重要的是 驻下大人铲除奸贼 那日 二当家为通名在客栈 道得金燕子的飞刀 猜出他的身份 便提醒老大韩世雄 也就是如今的蔡帮主 蔡帮主为了铲除金燕子 想出一箭双雕之计 让手下假扮成丐帮兄弟 以秦帮主的名义 给金燕子送来一封信 说是奸贼无常胜 要送一批粮草给金兵 金燕子上当 将消息汇报给夏大人 夏大人布下兵马 在半路拦截 谁知敌人早有防备 梁车上根本就没有梁子 众人损失惨重 夏大人怀疑出了奸行 蔡帮主恶人先靠状 说金燕子是奸行 还派人去搜他的房间 结果可想而知 找到暗通无常胜的证据 这个所谓的证据 自然是蔡帮主 事先准备好的 这下金燕子跳进黄河 也喜不清了 可他并没有束手就擒 而是跳窗而逃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金燕子决定 从二当家围通名查起 郭不其然 偷听到客栈老板 与二当家商量 一个名叫严继江的小伙 从金兵处 给吴长盛带回一封信 可二当家因家中有事 所以由严继江亲自去送 金燕子在半路乔庄城 卖一女 以美人计 将严继江引到小树林 紧接着 以利落的身手将其解决 金燕子得到密信 便女扮男装 以严继江的身份 来到吴府 吴长盛 只知严继江这个人并未见过面 收到密信也没有怀疑 还好吃好喝的 款待金燕子 隔天 吴长盛请来 蔡帮主商量对策 原来此次金兵带来的任务 是想让他们除去夏大人 可夏大人身边高手如云 蔡帮主想出一记 借寿燕将夏大人等人 引入蔡家庄 再与吴长盛理应外合 将他们一网打尽 吴长盛觉得此记够毒 忍不住透露出 蔡帮主的真名韩世雄 这一幕被躲在门外的金燕子听到 此刻他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蔡帮主就是自己的仇人 就当金燕子准备离开时 却被刚回来的二当家瞧见 他心知金燕子并非言即将 为了弄清楚真相 便悄悄跟踪 金燕子来到街上 找了两个乞丐 说是想见他们的秦帮主 可对方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为了引出秦帮主 金燕子乔装成一位老婆婆 在客栈吃霸王餐 遭遇老板找麻烦 果不其然 引得丐帮兄弟打抱不平 最后在一处荒废的祠堂 见到了秦帮主 金燕子将蔡帮主的毒计 透露给秦帮主 让他去通知夏大人早做防备 而金燕子自己则先回吴府 继续打探消息 殊不知 他的身份早就暴露了 当金燕子回到吴府 二当家带着一群杀手 将他堵住 眼看金燕子 差尺难飞 还好秦帮主及时赶来 双方展开了较量 不料 这次二当家早已布置了天罗地 秦帮主和金燕子竟双双背擒 隔天 蔡帮主的寿宴开始了 夏大人不知情 赶来祝哨 表面上热闹的寿宴 却危机四伏 只等吴长盛的人马赶来 此时大牢内 一名号称神偷的乞丐 道德狱卒腰间的钥匙 就这样 秦帮主和金燕子等人逃了出去 不久 蔡帮主见时机成熟 便放烟花做信号 通知吴长盛杀过来 谁知 吴长盛的人马在半路上 被丐帮兄弟拦住了去路 这次吴长盛因继不如人 倒在了秦帮主的剑下 此时 二当家因迟迟不见吴长盛的人马 赶到门口张望 却被金燕子拦下 面对仇人 金燕子悲痛交加 两三招就解决了二当家 此时 府内的蔡帮主 还不知计划有变 直到一名小司 献上吴长盛的人头 众人大吃一惊 夏大人觉得奇怪 询问蔡帮主 这是怎么回事 乔装成细子的金燕子 替他回答 蔡帮主是金兵的走狗 他的真实身份 是江阳大盗韩世雄 蔡帮主还想狡辩 此时 秦帮主带着众弟子赶来 揭露出吴长盛和蔡帮主的阴谋 蔡帮主见事情败露 想要杀出去 可金燕子哪里会给他机会 蔡帮主武艺不凡 将几人引到后院 毕竟这是他的地盘 原来此处机关重重 打斗之中 蔡帮主使出飞刀绝境 还好秦帮主身手敏捷 成功避开 看到这一幕 金燕子更加确定 蔡帮主就是自己的仇人 在秦帮主与蔡帮主较量时 金燕子飞身而下 一见结果了仇人 这部《荒江女侠》 上映于1970年 传统的武侠片 不得不说 画夫人在此片中非常出色 从侠女到歌女到反串 再到老婆婆演了个遍 可以说演什么像什么